今天开始新一轮的劳动了 昨天我们把土搬进来之后呢 就先放在后院的 然后田田现在正在这一块区域上面啊 劳动 因为我们家这个草坪的地面呢不是很平 所以呢我们又重新整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边光秃秃的这个土 之前是有草的 我们昨天呢把这个草啊给全部打掉了 打边器都打得冒烟了啊 然后这边呢就是新铺上的一层土 然后因为不平嘛 所以就要找一下把它给铺平 这边黑色的呢就是防草布啊 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应该出现过一次啊 就是我们自己坐那边石板路的时候 也铺了防草布 这个还挺好用的 已经有一年多了哈 没有什么杂草长出来 挺好用的 各位朋友如果想自己在家做这种对吧 小工程的话啊 这个防草布推荐大家用一下挺好用 现在正在歇地钉 因为防草布呢它没有这么大一整块的 所以就要拼在一起用这个 好非常好 干得漂亮 好 гл rapp 嘄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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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草布铺完了 下面开始下一步 这一步也是防杂草的 但是不是防下面的杂草长出来 是防止四周的杂草长过去 这样以后扣草的时候也方便 对 打不进去 这个太减压了吧 你慢慢减压 还行 所有的活都需要 精打细算 今天天色已经晚了 一天干一点 一天干一点 然后这一块地方就这样 就算是圈出来的 然后现在就要把菜床放进去 确定位置 然后就开始填充那个 坡道 还有填充这个菜庄里的土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要做一个 非常解压的事情 就是把这些保护膜给戒掉 你怎么感觉啥事都解压 今天我们的后院呢 应该就整成这个样子了 等明天的时候呢 我们把后院的土填到里面 后院呢就稍微的整洁一些了 现在后院堆满了这个土啊材料啊什么的 行吧今天先收工了啊 明天再见 现在是第二天早晨了 在这里疯狂的盗墓穴 你得给我安排点活干呀 等一下 你不给我安排活干 我生气了 等一下有那个石板很重的 你帮我踩一把 哪有你这样的人不干不干活 还难受啊 那贼难受了 一股愧疚感 涌上我的心头啊 你上次摆的位置特别好 是吗 方便 哎呀 获得了老板的夸奖 今天一天充满了活力 找到一个拐弯的地方 然后摆过去 OK 行 我去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 我给你做 这个地方一块 然后你去看一扑一块 两块 三块 这里一块 这里一块 四块 六块 七块 一次性别交代太多 脑子记不住了 我就先把这一排给你摆了就行了 我就换个鞋啊 我去换个衣服 你这进展挺快啊 因为简单嘛 好 搬石板了啊 有这些 这个石板老重了 我跟大家说 那天搬东西最累的就是这个 这个石板很重 绝对力量 还行吗 挺好 等一下具体的我在自己挪一点 对 你要微调一下 调到你满意的地方 你这几天也不用去健身房了 上午的两个小时 做了这么多 成练 成练 对 然后下午继续啊 德州的这个天气 已经开始热了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钟 就感觉热得不行啊 然后这是我们 就是上个礼拜母亲节的时候 不是去Home Depot买了一些花吗 然后就种到里面了 放在一起 感觉还挺漂亮的 这边还有呢 现在太乱了 对 现在比较乱 等我们之后 归整归整啊 把我们后面的一个 全貌啊 全新的面貌 给大家来展示看一下 希望大家多多 关注我们的视频哟 下了班吃完晚饭又出来劳动了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把这个 菜庄里面的土啊 给它全部的填充好 怎么臭烘烘的 放牛粪了吧 但是在底下 啊 牛粪得需要个两天吧 晒一晒就没味道了 因为你刚刚倒出来的土 它里面也有那个肥 对 会有一点味道的 会有一点 有点尴尬 割袋子的刀卖里面去了 我搬完之后 天天把这个袋子给打开 结果发现刀找不到了 有点尴尬 我们设计的这个小菜园要想完全的完成 估计还得需要几天时间 因为有些东西从网上订的 我听天天说好像又退了 因为尺寸不合适 然后再等红地坡重新发过来 以前干活太急了 什么东西都想一天给它整完 这样的话就好很多 我们等一下把垃圾收拾好 嗯 就等着我们的工具到了之后 再把细活给整一整 来跟大家说一下菜床里面有什么 因为这个菜床呢还是挺高的 大家看一下到我的腿哪里啊 到这里 然后里面的填充物呢 就是最底下的哈 木屑 然后呢 中间哈是土 然后呢 再铺一些牛粪 然后呢 再盖一层土 就是这样 就要保证这个土啊 它得叫干什么呢 有劲啊 有劲才能长出来东西 所以要铺粪在里面 不是粪粪粪 粪粪一样的道理 发酵好了 基本上到最后一项了 这已经不清楚是第几天做了啊 反正得快有一个礼拜了 这是昨天下午我们挖了洞啊 大概有50厘米 然后两个洞 现在呢 就开始往里浇水泥 然后把这个门的两边的庄子啊 先给做好 去拿水泥 哎呀 别看这水泥这带小啊 这一带50磅 他还去把那两个木桩抱过来 那两根还挺粗的呢 然后这个高度呢 就差不多跟这个网差不多高 专门拿了一个水平仪 看看这个柱子哈 平不平 现在第一个已经浇好了 马上往里浇水就行了 因为他这个水泥啊 是素干的 直接在这个小洞洞里面啊 就和好了 不需要在额外的就是和水泥 开始了啊 很稳 两个门庄已经全部灌好水泥了 还差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买一个木板啊 做成一个门喷点气 就算全部完成了 这个真的是有点不容易啊 整了一个多礼拜了吧 一个半礼拜啊 原本想的呢是做的很快啊 但是奈何这个天气啊太热了 只能早上干一会儿 晚上干一会儿啊 你看现在才十点钟 太阳都晒的啊 感觉很难受 怎么说呢 还是挺开心的啊 毕竟呢 又完成了一项工程 那么大家就期待我们菜园的成品吧